其實現在Camby Corridor 都是發展得很興奮 這個很出名的Oakridge Mall在我們身後面 小區Town House不是stack的 是自己單動兼開門可以去到車房 這些Town House大約是200萬到230萬左右 如果想便宜一點的入門價 就可以考慮這個地點的Town House 全部南北向的單位 20個單位有10個都是corner unit Fall Plan只有2個 A和B 長型或者正方型 這幾年都是這種colour scheme 這10個單位裡頭5個買家有5萬元off 即是鬥快 大家好 溫哥是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我們今天來到Camby Corridor上 在Camby Corridor上 在Camby Corridor上有很多 Camby Corridor上 因為一直都在發展 很多收購 會建造很多Condo和Town House 也隔了一輪沒有新的Town House Project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 2024年第一季 就有一個新的Town House Project 就快出來了 叫做28 West 地點就不是在Oak Ridge Mall 地點就在Camby和屋中間 在Header甲28 Avenue 20個單位是Town House的單位 為什麼我們站在這裏呢 第一 他們的辦公室在這裏 第二 讓大家看看 其實現在Camby Corridor 都發展得很快 這個發展得很快 很出名的Oak Ridge Mall 在我們身後面 他們的Oak Ridge Project 都如火如荼 那邊就是我們之前也介紹過的 在Oak Ridge Skytrain Center對面 也是如火如荼 所以現在Camby Corridor上 是很熱鬧的 很多項目 今天這個項目 都不錯的 因為第一 是可以行路去到校區 所以如果有家庭 有小朋友 是很適合的 而且比較少見的 西區Town House 是不是stack的 是真的自己單動 兼你一開門 可以去到車房的 我覺得這兩樣特點 在西區Town House 已經是比較少見的 我們經常跟buyer說 要買西區Town House 有時未必找到這一種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 帶大家看看這個項目 上次我們介紹過 在Dumba附近 那些新的媽屋 一邊也要三百多萬 這些Town House 大約是200萬到230萬左右 如果想便宜一點 入門價 就可以考慮這個地點的Town House 這個發展商CL Properties 剛剛準備好52間屋街 有一個project 今年4月就會成功 對 今年4月就會成功 對 今年4月就會成功 這個project是2026年成功 再說回地點 這個就是28 Avenue 這邊就是Header 如果兩條大街 就是剛剛有Camby 和屋的中間位 上學就是Eric Hanberg 可以走到學校 有很多醫院的專員 在附近 很近 對 很近 這裡還有一個小小小 有Saveway 還有幾間茶餐廳 這個就是在正醫院的對面 後面有Bad Parking 是BC Children's Hospital 所以如果說會不會很吵 怕噪音 但是這個位置 是剛剛向正後面的普通的parking lot 所以就不會說 人們怕噪音 或者很繁忙 那就不會 這個是一個比較靜的內介 不過都跟大家說清楚 in case 有些人比較介意的話 但有些人也很喜歡 想接近醫院 沒有什麼聲音 我以前在那裡做過 如果真的有Emergency 是坐直升機 晚上一個星期有一兩次 我們在裡面做過 你做什麼 我不告訴大家 這次project非常簡單的介紹 20個單位 這裡就是西28 Avenue 這裡就是Header 中間隔著房子 這些就是全部南北向的單位 20個單位有10個都是corner unit Fall Plan只有兩個 A和B 就是長型或者正方型的 Saling Price大約是200萬 到230萬 看看你是不是corner的位 那尺數大約是1400呎 有一陣子可以介紹Fall Plan Fall Plan剛剛終於提及 分兩種 A就是這邊 全部是長型的 這邊就是Square 全部都是Square A plan會貴一點 因為它的尺數比較大 B就會比較便宜 我自己是喜歡正方型的 B Plan 1384呎左右 全部都是跟一個車位 就是在最下面那層 出去就是有一個停車場的 這個就是正方型的廳 然後上去2樓有兩個房間 再去最上一層就是主人房 但主人房就是有一個deck在外面 比較大的露台在外面 A plan呢 大一點 1407呎 亦都多過釘 它同樣 車房那部分 一進去都是有一個flex room 給你 最大分別 你看到它的廳是長型的 OK 然後去到再上一層 它兩間房間可以放到queen size pack 但中間就多個書房 所以都蠻好用 如果你說你有小朋友 需要多一個空間去讀書的話 這個flex room 也很適合 還有最top 就是典型西區的 主人房 就會在頂層再加一個露台 讓你們有個walk-in closet 它的corner unit 就是有1400 但是幾十呎 所以那些就最貴 可能大約230左右 因為它這次沒有show room 我們可以介紹一下它 它少許材料 因為它其實這次的design 和建築方面 都是花很多心思的 它的architecture 都是請在西區 都很耐歷史 以及都很出名的Yamamoto 去做architect的織 在材料方面 不用選擇 只有一個colour scheme 對 只有一個colour scheme 但是都是很輕的 你看到這幾年 都是這種colour scheme 但也有些不同的 例如它們的樓梯位 都會用一些特別的木條 令到整個空間 看起來是比較闊 和比較開揚一點 現在很輕木條 對 類似這些 難不難清潔呢 很漂亮 不會的 另外就是它的電器 這個小件 在西區 它們全部都會用在Gaggenau 大家如果有留意 我們拍電器那集 電器之王是誰呢 就是Gaggenau 另外就是它的商品 它說 這個牌子叫Chair CEA 它是意大利的讀音 就是你摸下去 它很漂亮 鋼水是不同的 而且它很特別的 可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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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閉嘴和洗眼 洗臉 可以開多大呢 這個很有趣 真的你感覺到 它的鋼水和一般的 不同的 最重要是沒有手指 沒有手指 我很害怕手指 我最討厭 雖然沒有手指 但是你看到它的材料 和它的spec 是用得比一般西區的townhouse 更加好的 這個很像日本的 對 因為這個architect是日本人 會有engineering hardwood的flooring 有冷氣 還有 值得一提 就是它的ceiling height 它會有10呎樓底 其他樓層也有9呎 這個很少見 一般我們見9呎 然後上去可能8呎半 8呎10 這個就做得很足 相信它的房子 蓋完之後 你的空間感會非常之好 Deposit structure 就是total15% 社會offer的時候 是5萬元 之後30天內 就是5% 減去這個5萬元 之後90天 和180天 分別割5% total就是15% until成交 現在優惠 就是這10個單位 頭5個買家 就有5萬元off 即是鬥快 對 first release 它就release東邊的10個單位 B plan有6間是release的 中間是最便宜的 199萬 而旁邊是207萬 多一點 多一點 這邊是屋 就是有一間屋才到Hether 這邊就是一個小的街 後面這四間就是A plan 最大的單位是1437尺 229萬8左右 差不多230萬 簡單一點 中間這些便宜一點 223萬8左右 這兩間 所以它就release這些 但我知道它日後賣完這些 這邊會加幾萬元價格 但這些是暫時沒有pricing 對 因為通常發展商都是 first release 反映 反映 對 通常都會加一點 所以大家對這個project有興趣 爭取 去買第一個first release 我們討論一下 分析一下這個project 在2024年的年頭 2026年的夏天會建好 你覺得今年的market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會比較上是一個bias market 其實已經感覺到了 已經是含含地來的 這幾個禮拜 很多電話 非常多multiple offer 非常之多人看townhouse 今年很多的香港人 都拿到身份 很多已經出擊了 開始要去看樓 但我們就比較常見到buyer 遇見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他們落到身份 有家庭 有小朋友 他們就會去考慮 究竟想留在city那裡 我又想買回一間townhouse 變成選擇 其實都是richmond 西區 以及Burnaby 喜歡留在市區的人 變成你的choices 你就會想究竟 譬如說這樣說 留在richmond買一間townhouse 還是去西區買townhouse 還是留在richmond買一間house 還是去西區買一間全新的townhouse 因為價錢是說 richmond一間全新的townhouse 差不多是百六百七萬 跟西區相差三十至四十萬左右 如果你去買一個二手的了 可能好少少都要百三萬 在richmond一間townhouse 一個四房二十多年的都要百三萬 西區的townhouse 差不多都要百六百七萬 還有同樣的東西 那house就不用說了 之前都介紹過 西區的townhouse 是會比較貴一些 可能三百萬以上才好些 但richmond也不弱的 你說的是要差不多二百六 二百七才會買到一個比較好少少狀況 說的是二十多到三十年的house 那你覺得怎樣去做這個選擇呢 你覺得 我覺得是看場面 看你自己個人的需要 因為選擇這裡 除了校區 因為學校小朋友會畢業 但它會規定小朋友會去UBC讀書 會去downtown做事 會去醫院上班 或者怎樣 這個中心點 這個Vancouver為什麼貴 是因為它剛剛真的在大溫地區的市中心 那richmond呢 又是另外一個生活圈的方便 為什麼會拿這兩個地區來比呢 是因為真的 學什麼叫做 如果你想找townhouse 你Burnaby 通常都是找apartment 因為townhouse 完全又是另外一個product的格局 在Burnaby 所以如果用比較接近Apple to Apple 我有150萬 有200萬 有250萬 我是會拿西區和richmond去相比的 你想找townhouse 那South Syria Langley 那些就另外 另外計 所以我們遇到那些客人 都是會掙扎這兩個地方 真的好看個人 有些就說我不介意 我寧願住舊一點 我寧願去裝修 有些就說我不是 我一定要全身 我現在一炮那一步到位 買貴一點點 給多些錢 現在就住西區 但是我可以長遠住多20年 都不用搬 我自己當然是住richmond 但是會接觸很多的買家 他們第一個想小朋友校區 第一個都是想西區 我老實說 我每次跟別人介紹西區townhouse 都會跟他們說 你習慣不習慣 理由線 跟richmond是完全一樣的 richmond是自己有個車房 闊一點 大一點 西區通常都是窄一點 還有很多是stack 或者車位 你要走出來 我覺得客人現在接受了 因為我們看很多片 看很多屋 開始覺得 not too bad 比起Bernaby 很多鄧學生 已經覺得不錯 不是stack 現在這些還會升到三層 不是四層 是嗎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例外 是因為他不會窄 即是他有square 被人選擇 已經是很少有 之後他又可以直接出車房 這幾樣東西我自己看到 覺得OK 如果我要搬入西區 我會覺得這個project 我可以接受到 而且真的很方便 但又不會太近 即是有時候 我又不想太近sky train 因為會覺得太多人 可能又會窄一點 他這個不會太近 但也很方便 我覺得 這個盤已經開賣了 你想不想做頭五個買家 如果想的話 記得聯絡我們JM 多謝收睇 宜居溫哥話 記得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下集見 拜拜